A ladder 敘迪 我覺得因為以前就是球迷嘛 然後其實接下來要軸幾 exemple 覺得很特別 因為學生時期就在這邊打工 在那邊撿垃圾啦 然後帶位這樣子 經過了幾十年之後 又回到這邊 然後就覺得很榮幸 那這兩個蠻不同的地方 第一個是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一致要對外 就是台灣人的心都團結在一起 那這次平常的比賽不會有的 那我覺得這種團結的能量一定很強大 然後我們要去享受它然後放大它 讓我們的能量都團結在一起 那第二個我覺得是默契 因為平常的球隊應援就是可能以我為主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但是現在有舞隊 然後還有旅外球員 然後跟樂隊的搭配 還有鼓隊的搭配 還有跟所有女孩的搭配 我覺得這個默契是很重要 可是我們前幾天也有做就是集訓 那大家也互相交流 所以我們都準備好了 然後面對這樣的比賽 那就是中華隊裡面 你最喜歡的設施嗎 嗯 當然我其實本來就很喜歡GLOW 像我今天做高鐵來說 然後旁邊的人就說 欸你是那個職業球員嗎 因為我穿會全龍的衣服 他說你是吉利吉牢 我說我不是他頭髮很像這樣子 然後當然我就很欣賞他 而且他的音樂在吹奏起來也會很磅磅 所以我覺得當然很期待他的一個表現 那另外就是我個人很喜歡 但職位的話是他的那個音樂 我覺得很好聽 大家可以來開箱他 那當然玉成我覺得他在場上的那種 渲染力也很好 然後我們在 呃 製辦的時候也想跟他敬禮這樣 敬愛京成 我們又改口號 希望他今天可以聽到 然後有好的表現 我自己是最期待當然是對古巴嘛 因為2015年的時候我也在 我就在二樓 看林志森把那一個拳也打扛出去 那當然那一張比賽我相信 對我們晉級來說一定是相當的重要 那就是中午的比賽 我覺得那種在午後 陽光下 然後將國人的夾子之下 希望那樣比較我們會有好的表現 然後前進到東京這樣 接下來是我們今天 開始的搭乘 也就是我們今天是中方的隊 打到我們掌聲歡迎 王菲晨 好 第一次第二次 第一次 第一次 好 讓我們再歡迎 一手心靈鼻 維新鋒 好 現場到主持大人一起大戰力了 跟我們一起來選擇 三 二 一 起 安靜 好多大人鼓勵 好 請我們跟各位觀眾 還有一位主持大人的 三位一起來進行的歡迎 並且來看見我們 好一點 請大家 渡染